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完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今天我想你幫聽眾介紹一下 都很常見到一些問題 就是唇瘡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突然間見到 有些朋友或者自己都會睡醒覺醒 突然間好像生了一些東西 以前小時候媽媽可能又吃了熱氣東西 但其實可能就不是那類型的 或者可不可以原意先幫我們的聽眾 解釋一下 究竟唇瘡是怎樣形成 以及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處理一下 我相信唇瘡很多人都經歷過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經歷過 對 唇瘡通常是一種病毒 我們叫做 Herpes simplex virus 1 就是簡單拋診病毒一型 簡單的翻譯 通常全是在我們嘴附近的神經蟲 通常在我們的身體 譬如壓力大 辛苦了一輪 我們有時候就會爆出來 當免疫能力差的時候 睡得不夠下自處 或者有些人因為曬太陽 曬多了之後 曬太陽也有紫外線 有時候都是一種壓力來的 有些人因此曬太陽也會爆出唇瘡 一般的症狀 你要看到一些水泡 有時候有幾粒 有時候是很大的 大到差不多是一個小的手指甲 可能都很大的 通常都是圍繞唇邊 通常是在嘴唇那裡 或者是在嘴唇旁邊 當時這些水泡 周圍會腫 很多時候都很痛 有時候會感覺到有些麻痺 或者有一種刺的感覺 跟著就發現出現唇瘡 之前是這些 還有人比較疲勵一些 一般的唇瘡 都會持續大概一兩個星期左右 大部分自己都會好的 通常都是沒有什麼後遺症的 但當然也有些唇瘡之後 嘴唇或者面部有些疲勵 持續很久 所以有時候都是儘量有機會處理它 都要處理它的 如果一兩個星期 有時候都忍不住 在唇邊那裡 或者在嘴唇那裡 都是要早點處理它好一點 是的 因為始終都痛一下不舒服 湘瑞你遇到這些情況 當然看看那些疋瘡多大 其實都避不了 沒有在你的面前 還有有多少粒呢 還有部位在哪裡 看看它是不是有些液體在 或者有些心液已經出現了 一般來說 遇到唇瘡 我們用的療劑是追常用 追常用的療劑 你什麼都忘記了 只記得這個也可以 是 Natrum Muriaticum Natrum Muriaticum N-A-T-R-U-M Muriaticum M-U-R-I-A-T-I-C-U-M Natrum Muriaticum 簡單來說就是飾驗 OK 這個可以這樣說是最常用的 OK 尤其是如果有些人說 我因為曬了太陽 疲累了 通常人情感上比較敏感 很容易情感受傷害 一個性格的人 比較瘦瘦瘦 脖子瘦瘦型的人 平時很文靜 但是情緒很敏感 通常我們叫做炎型的人 如果你是真的發生在這種炎型的人 就肯定了 這個就是 那個療劑 就是那個炎 好了 如果你發現那個唇瘡 本身是有些灼熱的 燒熱的感覺 而且那個人本身是很怕冷 很緊張 很不安 這個可能是屬於 A-Synicum album 新 即是生癌型的人 他人比較緊張 怕病 怕死 很不安 而且很怕冷 這種A-Synicum album 就是這個療劑 A-R-S-E-N-I-C-U-M Album A-L-B-U-M 是新 就是新 好 如果一個人 亦都很怕冷 亦都對那個痛 是特別敏感的 即是 很異常地對痛敏感 痛得很厲害 很怕冷 這個人可能需要 HEPA-SALF H-E-P-A-R-S-U-L-P-H-U-R-I-S HEPA-SALF 即是流化鈣 是 好了 也有時候 這些唇瘡 出現了 人們在勞動 辛苦了之後 或是受了 冷 或濕的天氣影響 這種 很多水泡 大大的形 可能 可以用那個 野角 Rus toxicodendrum Rus toxicodendrum R-H-U-S-T-O-X-I-C-O-D-E-N-D-R-O-N R-U-X-C-O-D-E-N-D-R-O-N 就是野角 這個可以這樣說 是比較常用得到的 好 那 通常來說 我們都是這樣 慣常用法 都是這樣 就是每四個小時 就直接浮一劑 直到你很明顯改善 我的過去經驗來說 這個療劑通常 你要用它 譬如用幾天都沒有改善 你才知道不對 即是很少 你一吃 它即時感覺到 改善中 未必的 通常你吃了兩三天 好像都沒有什麼大改變 你知道 那個療劑不是最好的 你可以立刻去改善 通常 在我們過去經驗來說 我遇到這些情況 我都是給病人 通常一個星期觀察 一個星期覆診 這樣 通常它都是一個星期之後 它已經康復了 嗯 好處就是 你不會有些痘 因為你時間 爆得很久 痛很久 還有可能那個傷口 那個瘡大 會有一個痘很久 很久才會掉 如果你能夠用療劑 幫助治癒得快些 那很大機會 在幾天之後 就全部乾淨了 那除了用療劑 那之外 一般在自然醫療上 對於Cosol這個唇瘡 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我們都適合用的呢 那很多時候 我相信 都有人 如果患過這種毛病的人 都有機會用到一個 有一種叫做Lycine 是癞胺酸 一種胺基酸來的 那可以當作一種口服 500mg 13次 那也有些地方 就買那些唇膏 嗯 Lycine Lipstick 那就是 茶就會幫助你 即是加速的 復原 那當然啦 隨此簡單 維他命C 1000mg 13次 或者那個胡蘿白素 Beta Caratine 5萬個國際單位一日 或者新30mg一日 那也都有人就用那些金棧花 來敷那個傷口 就是摘在那些棉花盆上 來賣一下它 那可以是增加它 或者加速它的復原 那金棧花有時候都稀釋它的 一對三這樣來擦 那也有些人就這樣噴在嘴裡都可以的 是 那這些是簡單一點的 就是自然醫療的簡單的工具 那我剛才你介紹了 就有四種療劑 應該就是經常都可以 好用得著 那可不可以再幫我們 詳細一點介紹一下 這幾種療劑 它有些特性 那些東西 讓我們的聽眾很容易 找到配合到適合的療劑 嗯 那我剛才所說 就是第一種最常用的 就是那個Nature Muriaticum 那個鹽型的人 那通常都是的 都是那個患處 那個唇瘡患處都在唇那裡 那通常那些人呢 那個唇比較乾 和有爆裂 那也有時候你會發現 那個下唇那裡 中間有個裂痕在這裡 嗯 那也有些情況 這些唇瘡患者 可能最近經歷過一些悲傷的事件 或者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情緒都有一個因素 好的 那基本上呢 嚴型的人呢 我都跟他講 那個情緒很敏感的 很容易受傷的 那也都 他如果有不開心的時候呢 他自己會低沉 自己躲起來 就不會跟人傾訴的 就是忍住忍住的 那通常呢 都是一個喜歡獨處的 那他唇瘡的人呢 也都很多時候呢 他就覺得呢 他曬太陽曬多了 而出現這些唇瘡的 那通常呢 這些嚴型的人呢 很有趣呢 是很喜歡吃咸的東西 濃味的東西 譬如pasta和麵包 他比較喜歡吃的 好了 跟著呢 就是講第二個 上癢劑就是 新的 Sanical Album 講真的就是生埃 但大家知道 跟他療法的生埃 是沒有成份的 一種全部稀釋 到幾萬萬萬分之一的 所以不用擔心 好了 那這種身形的症狀呢 通常呢 他那個唇瘡呢 就會伴有 是很強烈的 燒痛那種感覺 一種熱的燒那種的感覺 那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他會告訴你呢 他吃了些酸的東西 就會差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這樣 唇瘡有時候 不可以吃酸 因為酸會打得很厲害 那通常呢 這個身形的人呢 一般對自己的健康很緊張的 啊 經常好像很怕死的 啊 就是有什麼時候呢 就說找人去治療啊 啊 就是怕自己會死 那當然呢 他也是怕冷的營 他就是怕冷的人 還有呢 他會口渴喝東西 是很有趣的 他喝點暖水 但是呢 是小口小口的喝的 不會大口大口的 所以他的精神狀態呢 通常都是比較不安啊 躺躺躺症啊 很緊張的 那還有有時候呢 你會看到呢 他有一些 口氣比較重 OK 怕冷 那這個就是身形的了 好了 跟著呢 就那個流化鈣呢 就是hipper self 那hipper self 呢 通常呢 他重心就是 很痛很痛的 嗯 嗨都不要嗨他的 就是你嗨上他都很痛的 痛到呢 就解釋不到的 就是好像 沒有理由那麼痛的 總之是碰得不碰得 還有呢 對那些凍風啊 或者凍夫呢 是很不舒服的 很敏感很敏感的 那當然呢 他痛到一個人會發紋症 是不是 因為痛得厲害了 那還有呢 他有時候說那種痛呢 就是其他身體部位 有時候有種 有種刺痛的那種不適的 那當然他很怕風衝的吹 那因為他那麼冷呢 就熱膚是舒服的 嗯 那這個呢 就是流化鈣 Hipper self 那個正形來的 好啦 跟著最後就是那個野角 Root Stox Root Stox 也就是叫Poison Ivy 那 那Root Stox 通常呢 他出現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呢 他會有很多粒的 就是不是一粒大 很多粒的 很多粒的那些 那個唇瘡 那從來小 而且很癢 寒得來呢 有時候有一種 燒卓的那種感覺 那也有很多心心心液 黃啊 水水狀啊 那樣 那還有呢 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呢 他的那個嘴唇 整個都是比較腫脹的 OK 那他的精神狀態呢 都比較不安啦 想動動動 坐不定啦 那身體整體呢 都是冷啦 尤其是怕濕動 就是水冷之後又怕潮濕 那通常呢 很多時候那個 都是勞動 體力勞動之後呢 就是出現了這個醇瘡 那 通常呢 他晚上更加厲害 那有時候呢 是 沖了凍水 肉之後呢 更加差 或者你拋了它之後 你比較差的 好了 野國有時候很有趣的 他好像有時候呢 會特別喜歡喝一些 凍牛奶的 嗯 就是他有這些 這樣的症狀在那裡的 那和嚴型的 喜歡吃鹹的東西 是不是 喜歡吃粥粉麵飯 那些鹹的東西那些 那些呢 那這個呢 基本上呢 是四隻 經常用得著的 唇瘡的療劑 那如果家裡 如果你有些人 經常有這些問題呢 那就早點買好 這些療劑 當它有事的時候呢 就立刻處理它 那你就會將你的 那個痛楚呢 是縮短很多的 嗯 那其實都想問一下 這些唇瘡呢 會不會是 因為剛才說過 都是一些病毒來的 那會不會是一個人 就是出了之後呢 都是會經常這樣 會再發生 出現了這個問題 就是在醫學上的 的認識 這個 這個Symplex Virus 是個人都有的 是潛伏在我們的身體的 那就是 在唇出現呢 就叫唇瘡 那有時在身體出現呢 我們就叫做生蛇了 那其實都是相似的東西 那當然呢 有些就在那個 在性器官部位呢 就變成了另一種的 的拋疹 那就是其實一種 簡單的 的病毒的感染 那這些病毒呢 是潛伏在身體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不會消失的 那其實我們身體 什麼都菌 什麼病毒都有的 最重要的就是 你自己的免疫能力強 是與它共存 就不會影響你的健康 嗯 那所以呢 所以 袁醫生介紹了這些療劑的時候呢 大家都應該呢 在家裡常備這些 就是剛才說過 如果出現了 在不同的部位的時候呢 這個病毒呢 就是有不同的名稱 但是呢 都是需要加強我們自己的 身體的抵抗力 以及去達到一個 及早醫治的 那我們的陸創意健康 怎樣呢 經常都會有一些 是套裝 套裝 那些這樣 那大家放在家裡 就是預防萬一了 真是不幸運 那時候可能出現了一些壓力 或者情緒上面 有些波動的時候呢 就出現了這些唇瘡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 及早醫治 雖然剛才 賢醫生說過呢 就說很多時候 那你可能就是 你累了 那你休息一下 他自己會消失了 那可能就是一個 兩個禮拜 或者是怎樣都自己 都會消失的 那個時間拖長了 你又要去忍受著痛啊 或者是有時候 就是 拗損了之後 有些癌 更麻煩了 那所以永遠 我們都是呢 預備了一些療劑 在家裡的時候呢 就可以呢 達到及早醫治 不會等到呢 去到有後遺症 才來搞這個問題啊 這樣呢 就會令到自己呢 走向健康的大道那方面的了 一般來說呢 就是一般的 我平時 一般家庭 或者一般人 很常遇到的問題呢 其實呢 所需的療劑 不會很多的 大概五十多呎 都可以足夠處理 是幾十種 一般人家庭 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很強調 我們很多病人 都是自己家裡 買了一個Kid 尤其是在海外 我們的聽眾 其實有時候呢 你知道了 就算我們 記得給你 都可能一整個禮拜 那你不如呢 自己呢 早些買了一個Kid 正如我所說呢 和我療法的療劑 是不會過期的 是 雖然很多時候呢 他都會有個 有個時間的標籤 但這個 只不過法律上的 習慣呢 其實和療劑 基本是沒有過期的 是的 一個能量的醫療 不會有這個能量過了時候 是的 多謝阿袁醫生 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是關於療劑 或者其他產品上的問題 可以和我們的 陸創意健康店聯絡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阿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回我們的網址 可以在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賴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了 今天謝謝你 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